解密您所不知道的美國 今天我們要來解密的是 新維吉尼亞州 West Virginia 孤獨星球評選了2022年 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旅遊目的地 那麼West Virginia是全球第二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 West Virginia的代表李仲裕 帶我們一起來解密 West Virginia 歡迎李代表 Jasmine你好 我是Ricky 在此我們要先請Ricky 帶我們了解特色之前有一個小小的測驗 你準備好了嗎? 好 可以 OK 預備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 to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OK 恭喜你通過車演了 因為這是官方的這個周歌 所以如果不會唱的話 我就確定我今天請對 就汗顏 但是我今天覺得請對 在這陣子之前呢 其實這首歌的第一句話就是 Almost Heaven 對 我們第一個 我們這首歌的歌詞 第一句話是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其實這句話也是我們現在旅遊 旅行社 旅遊業者 還有我們的旅遊觀光局 在推廣的一個slogan 在很多景點都會看到這個sign 上面寫Almost Heaven It's a great slogan 所以當時的這個歌手 我們去查一下他的Wikipedia 其實他是在New Mexico出生 California長大 他跟West Virginia 好像沒有太多的淵源 據我所了解 因為畢竟這首歌 可能是六十年前的事情 那據我所了解也是 他好像當時就是為了做一首好聽 然後浪浪上口的歌 然後做這首歌 所以我也知道 裡面有一些提到一些地名 就是可能只是跟West Virginia 有點關係 但是不是真正在West Virginia裡面 這樣子 OK 比如說一開始唱到的 像是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 這些的相關 然後但是如果說到River的話 首先我要再講說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成功的 這個廣告歌 因為到現在大家其實講到 Country Road 在一邊在開這個 比如說Road Driving的時候 就會想到這一首歌 對 就是自己我自己沒事 因為其實從小到大 總是會聽到這首歌 那我當我第一個想到 去到West Virginia的時候 我也是想到這首Country Road 這首歌 所以當時想要做這個代表的話 是因為聽到這個 因為從小想到這個Country Road 對 就覺得從小聽到大 那到底那邊是什麼樣的地方 對 就很好奇 所以就想說 來後來這個位置試試看這樣 那你實際去到那裡 有跟你想像中的差不多嗎 其實我覺得 其實它的那個地理環境 跟台灣非常雷同 那也跟這首歌形容得非常的 就是這首歌其實真的 為什麼它會讓人可以幸福 就算它真的不是 完全在寫這個地名 但是它形容的這些山巒的景色 河水 的確就很 很觸動人心 對 然後就很自然 很舒服的一個環境 那它的高山 它有80%的地理環境 是個高山 因為我們有一個阿帕拉契山脈 就通過我們西威洲 那我們有高山 有河流 所以我們的其實美景 其實跟台灣 比如說太魯閣這樣 是蠻雷同的 對 沒錯 那說到雷同的話 其實我們也知道 West Virginia 有分之87的土地是閃 那之前其實我們的這個副州長呢 他來的時候就很讚歎說 哇 台灣的隧道工程好棒棒 那他們有沒有想要就是 也把這個帶回去 West Virginia 可行性高嗎 的確就是上一次我們的副州長 來台灣的時候 他大概花了三天的行程在台灣 我們外交部也帶了他去看一些什麼太魯閣 或者是經過一些雪碎 那因為West Virginia 它也是一個非常多山的一個地方 他就覺得 哇 這是我 他這一輩子經歷過最多隧道的時間 那也覺得很驚喜 就是台灣的隧道工程 看起來這麼的很乾淨 整潔又安全 他又覺得他很適合 把這樣子的隧道工程的一個技術 移植到West Virginia裡面 來造福一下West Virginia的一些人民 對 OK 其實在美國好像有一個 我記得以前在美國的時候 好像說經過隧道的時候都要憋氣 然後把總統的名字唸一遍 我記得有這個想故事 我不確定有沒有 但當時該不會副州長 經過每個隧道都要做一次 這樣也蠻辛苦的 如果他要經過 如果他要經過台灣雪碎的話 那應該是 我要唸好幾次了 憋到已經快 OK 那其實我們也知道說 在這個West Virginia 也不僅僅是 像是山脈這些很有名 還有包含它的這個 Hot Spring 有一個叫做Berkeley Spring的地方 對 聽說那邊的水療很厲害 其實 當時 就是George Washington的時候 他經過我們那邊 有一個 做桑拿的一個溫泉的區域 那 他進去以後 然後嘗試過泡澡以後 覺得太 amazing 覺得這邊怎麼這麼舒服 因為那個 泉水它有治療皮膚的一些功效 所以他去了以後 就發現怎麼這麼神奇 他就覺得太棒了 他還命名那個城鎮 叫做貝斯鎮 英文就是Town of Bath Bath就是美國 英語洗澡的意思嘛 對 所以他就喜歡到 要整個改一個名字 那後來也是因為 George Washington 他的大力的Promot 常常每到West Virginia 他一定會去拜訪這個地方 所以他就 因為有這麼好的代言人 所以全美的很多民眾 也都喜歡去 去嘗試看看這個 我們那個Berkeley Spring Yeah exactly 就是那個Berkeley Spring 因為我們 我們知道說他當時就是 在最早的這幾年的時候 原住民的 大家是覺得說 那也是一個非常神聖的 一個寶地 那到後來 你說George Washington 他去發現 哇 這他的Amazing 他的治療效果 到後來其實在冬天的時候 都有連續 好像三個月的這個Celebration 對 他們有一個辦一個那種 溫泉的比賽 然後去比說 在各個地方的溫泉 哪裡比較舒服 哪裡就是 但是我們 Berkeley Spring 總是拿第一吧 這是為什麼 應該說 他喜歡 他就一直辦在那裡 從那裡開始舉辦的 所以他有點像是一個 溫泉桑拿發源地一樣 這樣的角色 但是最早以前其實 就是 從印第安 印第安的時候 印第安人 當地的一些原住民 他們就已經發現這個地方 把這個地方 當成一個神聖的地方 只是到George Washington 再去發揚光大 I see 然後說到剛剛有講到山脈 有講到像是這個 Hot Spring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 West Virginia 它有這個世界最大的 全可動無線電網遠鏡 名字很長 很長 要看著講 它就叫做這個 Green Bank Telescope 這很酷耶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小時候看望遠鏡 我們用的是 可見光源的望遠鏡 所以 如果我們要看星星 總是想要到一些 看流星 到一些 無光害的地方 那我們這一個望遠鏡 它其實就是 我們West Virginia 很早期就投入了太空的 這個 觀察的這件事情 我們的 Aerospace Industry Space Industry 在這個時候 就特別的Focus 所以我們就 建造一個無線電波的 觀測無線電波的望遠鏡 它看 主要是看 太空外面 有沒有一些 外星人啊 或一些奇怪的 無線電波 它主要是做這個觀測 而且還是全美第一個 全美第一個 而且是可移動的 對 那這時候 所以周遭這個小鎮 必須不能有 其他的無線電波訊號 也不能用WiFi 不能WiFi 不能手機 那怎麼辦 大家不是照苦連天 說不能用WiFi 所以那個地方 就是這樣才特別 就很寂靜 很寂靜 對 它不會有其他的 一些電子訊號的干擾 對 所以有些天文學家 或者是天文愛好者 他也會很喜歡去朝聖 這個地方 等於那邊 就變成了一個 天文愛好者的聚落 對 那等於是很多小朋友 如果下次要去觀察天文 觀察外星生物 這種校外教學 大家可能就很嚮往 去West Virginia這個地方 這個地標了 對 它其實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 從大概五六十年前以上 甚至上百年的一個時間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 天文望遠鏡 而且是無線電波的 那這麼特別 其實身為天文愛好者 就一定會 想要看ET 我也不知道他 是不是曾經看過外星人 但是 你是天文愛好者嗎 我自己不是 我會喜歡看 但是至於 我研究到外星人 這個事情 我就沒有太 involved 怎麼生 對 maybe next time 你去的時候 就可以一邊去那個 berkeley spring 然後一邊去看 觀察外星生物 對 其實我覺得 berkeley spring 我覺得西維州 它有很多的天然資源 然後很多的戶外活動 那平時 就是戶外活動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 有一個橋 有一個橋 對有一個橋 它是一個長達 因為我們很多山 山跟山之間 比較方便的就是用橋來連接 是 其中有一個橋 它的高度大概是250米的高度 那所以 極限運動化號者 也早上 安全嗎 我看了那個影片 那 我這一次去 我十月份去的 我沒有參與 可惜我沒有看到 但是 聽說是 我看到影片是很多人 都很safe的降落 對 那早上可能 他們就去 跳那個橋 也許晚上可以去 泡個澡 然後去放鬆一下 聽起來很不錯的行程 但是這個要看時間 就不是說 你隨時去這個橋 然後你就可以去做這個跳傘的活動 其實一年 有特定的時間才開放對不對 對 一年就是每年的十月的 第三個禮拜六 他們會封橋 然後才做這個運動 十月的第三個禮拜六 很確切 很確切的時間 那只有那一天可以啊 就只有那一天 就只有那一天 因為其實在這個活動 封橋 這個政府允許之前 是 沒有受管控嘛 所以跳橋的那些 極限運動愛好者 他們沒事就去跳 那政府就覺得這樣太危險了 那不行還是要管制一下 所以就安排了 十月的第三週的禮拜六 好 十月第三週禮拜六 這個極限愛好者的大家 你可以記起來這個 比較特別的日期 那再來還要說到 其實像是 West Virginia 大家的image就是你想的 就是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就是一個很純樸的地方 那其實說到煤礦呢 也是這個特區 那它其實現在有做很多的轉型 對不對 對 其實一般來說 大家會認識West Virginia 都是因為煤礦 然後我們是全美的 第二大煤礦產的一個州 一直以來都是產煤 那所以我們產煤的話 就是能源會相對比較便宜 但是因為在煤礦 應該說 煤這件事情 燃煤這個事情 大家環保意識越來越抬頭 大家會覺得 我們應該要調整一下 所以我們調整了我們的 產煤的一個量 慢慢把我們的能源來源 focus轉到一些新能源 綠能 氫氣這些方面 對 你剛剛提到的新能源 其實就是美國也就是 才剛剛宣布 所有七大的新能源的 這個政府聯邦的補助 West Virginia就是其中之一 你們新能源現在做 是怎麼做到 就是這麼的 well known 好 其實現在在過往 大家對於新能源 可能只有在日本 會覺得好像比較 比較focus 後來在上個月吧 那美國拜登 他就簽署了一個 輕能源的這樣子的 一個就是補助款 那West Virginia 大概約拿到了 10億美金的 這樣子的一個補助款 那我們是預計 可能未來還有 大概60億的美金 會再溢注進來 那其實目的就是 West Virginia的政府 還有美國政府 他們一直以來 因為West Virginia 它就是一個能源州 那所以慢慢可以轉型 要到綠能上面 那所以下一個 下一個世代的能源 其實我覺得太陽能 跟輕能 應該會是我們 比較focus的一個 比較有可能成功的 一個產業的能源來源 那我們說到客製化服務 其實在台灣方面呢 也有一些 剛剛講的航太也其實 有軍武一些的合作 對不對 對其實世界上 有幾個很大的 軍武的公司 在我們West Virginia 也落腳 像是洛克希德馬丁 他們是在我們那邊 有一個工廠 主要是生產 CE50 就是很像可以投 很大型的飛機 然後是可以投那個 焊馬車 直接從空降 焊馬車的那種 大型飛機 那另外一家 叫做 Northrop Grumman 他們是全美 好像全球 全球的很大的一個 軍武生產公司 然後甚至是最大的 雷達生產公司 對它也是在West Virginia 他們當然都在很多州有 但是West Virginia 也有一個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些大型的軍武廠 有在West Virginia設廠 相信台灣 因為台灣現在 包含像是無人機 還有一些偵測系統 可能也會有一些管理嗎 對台灣其實有很多廠 其實做馬達的 做引擎的 都很強 事實上也跟 West Virginia有很多 國際的型的這種 航太公司 都已經在合作中了 對只是 這些公司 台灣的這些公司 它到底有沒有踏出來 然後進一步去發展 其實我覺得 台灣公司可以 再勇敢一點 然後往前走一點這樣子 再勇敢一點 然後來找Ricky 他會協助你 因為剛剛已經講到 West Virginia都客製化 很感興 那我們再來說到 其實巴菲特 最近也看上了 West Virginia 對 巴菲特 巴菲特它大概 在今年的時候 也投資了 巴菲特下面有兩間公司 有一家公司 叫波克夏 波克夏 它旗下有兩間公司 一間是專門做 航太產業的 太金屬的加工 它也是要做飛機的 做航太相關的產品 那這些航太金屬的加工 會需要能源能量 他就打算另外一間公司 就是來做太陽能板 然後來生產這個能源 去做這個太金屬的加工所使用 對所以因為我們預估 我們自己在看 目前West Virginia的 太陽能的產值產量 一年大概是10MW 對 但是現在我們在預估未來 大概會有6000MW的需求 對所以太陽能的產業 其實在美國 在West Virginia 也是非常的需求量 非常高 所以目前我們也很歡迎 有關太陽 因為我知道台灣 在太陽能產業 各種的部件 都有一些技術上的能力 只是說有沒有想要去美國 然後去加入這場分譯杯 跟這個想法這樣子 對所以我們也很歡迎 太陽能的廠商 來跟我們聯繫 今天Ricky帶我們 從這個country road 然後一路的 倒到了外太空 所以這個West Virginia 真的是有各式各樣 值得你去探索的 今天我們也謝謝Ricky 讓我們的觀點好談 謝謝Jasmine